除了婚年的于晨庆 有过不少经典作品受到许多粉丝喜爱 但没想到日前却莫名被乱传 他突然心脏病不幸传噩耗的消息 让外界相当担心 但后来他也有出来说明此事 强调自己身体健康 而他三日出席音乐奖颁奖典礼 也是他被传乌龙死讯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被问到这件事实 他也无奈做出回应表示 我仍旧在现场 而且我状态看起来也是很自然 并不是装出来的 要大家不要听性谣言 并严肃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太关注 因为讨论的越多 反而会帮平台增加流量 那我们现在在跟律师研究 怎么样可以停止 因为我之前也有 我之后也有很多议员 受到这样子的消息的困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